Hello同学们,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考笔试要注意什么问题 笔试有100道题 20题是法律法规 28题是感染控制 40题是头发 6题是指甲 6题是皮肤跟美容 那么我们100题要考70分为几个 有120分钟 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从我们进入考场开始说吧 首先你要拿好你的学生ID 跟你的驾照ID 还有你的预约纸 就是你预约考试时间的纸 去考试中心提前半个小时到 第二,你到了之后呢 工作人员会给你一份健康调查表 他一般是问你两个星期内呢 有没有出过外周 两个星期内有没有感染到冠状病毒 两个星期内有没有接触到冠状病毒的患者 如果没有,全部go no 然后你又签名给工作人员 这时候工作人员会带你到他的工作台上 他你就把你的学生ID告诉他 你的驾照ID给他看 他会登记好之后给你一个钥匙 就把你的私人物品放到这个储物柜 他呢就会给你一个number 你拿了这个number去到你的座位上 这个座位呢你不能随便坐 他会指定到你在那个座位上 好你找进了考试厂 那个找到你的座位 你坐下来 他电脑上呢有一个界面 这时候你就输入你的学生ID 学生ID之后 他你按确认 他会再会出现一个界面 他就会问你 这个界面呢是考试协议 他里面呢就是大概 大概意思告诉你哦 考试的时候不能东张西望 考试的时候不能带那个笔记或者学习资料进去 考试的时候呢不能说话 呃喝水 大概都是这些 如果没有一般没什么问题 你直接拉到下面 按同意 按grade 按同意之后 他会再出现一个界面 这个界面呢是模拟试题 但是不计分的 大概是告诉你怎么去操作考试 全部都是单选 记住我们考试全部单选 不会出现多选 这时候你就按着他的步骤 一步一步去做 因为是不计分的 所以你选择什么答案都无所谓 做完到这个模拟试题呢 一般是3到12题 随机 就是大家可能有时候出10题 有时候可能出7题 这些都没有关系 反正到最后一题的时候呢 他会提示你 呃我们已经进入到模拟试题的最后一题了 你确定 然后你就按确定完之后 他就再提示一个界面说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进入正确的考试了 好 你就按enter 你进去 然后就按着你考完试之后呢 就到最后一步 他会问你啊 我们现在要考试 100题考完了 你确定你OK吗 那你就觉得你没什么问题 就OK 如果你有问题的话 有这题可能你感觉做错了 你想到回去看你可以按返回 如果没问题的你按确定 这时按完确定之后 他会再出现10题调查问卷题 这10题调查问卷题呢 也是不计分的 但是必须要去做 他大概问你啊 对美容师方面有什么建议啊 有什么不满意的啊 反正你就按就瞎选吧 一般我 我记得我那是选的 全部都是选中的就是满意 一般满意 非常满意 你大概就这样选 选完之后 就大概是考试全部完成了 按完确定之后 你就可以 他就会当场出成绩 你就大概知道你过还是不过 这时候你就要出来 去找工作人员 如果你过了 也要跟他说 说你考过了 让他把你的成绩报告打出来 然后他打完给你 你就拿你的成绩报告 去储物柜 你会把你的私人货品拿出来 然后再把钥匙交给工作人员 这时候呢 你就已经基本上是完成了 然后你就可以出来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 大概就分享到这里了 下一期呢 我会分享一下 怎么去准备做扫抄的视频 然后怎么去打包扫抄 还有做扫抄的注意事项 如果大家喜欢看的话呢 可以记得关注我 在下面给我按订阅哦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